那么复数除了咱们现在所说的 你可以用实步和虚步这样来进行表示的话 它有另外一种表示方式 就是所谓的极坐标之下 或者说是三角表示 polar coordinates 那么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咱们进行一个这样的换源 x等于rcosθ y等于rsinθ 然后r实际上就是z的长度 对吧 z的长度 所以就是像刚才咱们所画的这个图的话 复平面上面这一个点 你现在除了用它的x坐标 y坐标来表示的话 还可以用它到远点的距离叫做r 然后以及由十轴正半轴 转到它这个方向所转过的角度 叫做θ 用这两个坐标来进行表示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发现说 z这个复数就可以写成r乘以cosθ 加上isinθ 有一个国际通用的简写方法 cosθ加isinθ 咱们把它简写成叫做cis的θ 是吧 所以就是说 在三角表示之下 你可以写成z等于r乘以csθ 然后那 假设说我们给定了大家x和y之后 如何来求这个θ呢 r是比较简单的 r你就是求这个z的长度就行了 a方加上b方开根号 对吧 那么θ如何来求 那我们知道说tangent的θ 应该等于y比x 对吧 所以就是说θ应该差不多等于r tangent的y比x 但是不完全对 因为咱们需要考虑到说 这个rtangent的这个曲折范围 什么之类的 但是差不多来说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考虑说去建立一下这样的法则 然后给定了大家x和y之后 你通过rtangent的y比x的值 然后根据咱们这个复数点 具体位于哪一个向线来去对于这个 你算出来的rtangent值略微的进行一些修正 来把这个角度真正的求出来 是吧 这是可以的 然后但是同时呢 在这里面咱们就不多说了 这是一些这个实际问题操作的时候的小细节 那么咱们下面下面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角度本身 咱们可以给它拿出来说一说 这个角度呢 可以叫做咱们这个复数的浮角 argument 是吧 浮角应该是这么这么写的吧 是吧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 它相当于是一个浮度的感觉 所以说是这个浮 浮角 然后那我们就会发现 首先这个角度 它是不是唯一定义的 给定了一个复数点之后 给定了复平面之上的一个点 它的角度θ是不是唯一定义的 咱发现不是 为什么 因为比方说像这个角度 它或许说是30度 或者说是6分之π 这样的情况 是吧 那我今天就说 这个角度是6分之π 再加上2π 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你带进去算这个复数的时候 是要带进这个cos 和sin进去算的 但是咱们知道说cos和sin的 周期都是2π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角度跨过了2π 一个就是假设说 这么说 如果说θ是一个 咱们能够接受的浮角角度的话 我们用θ加上2kπ 它也是一个带进去 会得到一样复数的角度 所以就说这个东西 同样也是咱们这个复数的浮角 所以假设说 咱们找到了一个θ0 可以代表咱们这个复数的浮角的话 那么θ0加上2kπ k属于z 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浮角的可能取值 对吧 那么随便举个简单例子 你比方说argumenti应该等于谁 argumenti i的话位于哪里 i在复平面上面是不是位于这里 所以它的角度是谁 它的角度可以选取叫做2π 对吧 但是也可以选取2π加上2kπ k是一个整数 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注意到说 咱们把它写成了这种形式 θ等于argumentz 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好像 像一个函数一样 这个函数就叫做argument 咱们把z往里一放 然后输入进去一个值 然后得到输出值 但是这个是一个函数吗 如果按照咱们 以往对于函数的理解来说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函数 对吧 怎么讲呢 就是咱们以前所熟知的函数 像这个是一个函数 但是你比方说 像这个是一个函数吗 这个不是一个函数 对吧 因为函数的定义来说 是每给定一个字变量 有唯一的音变量与之对应 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给定了一个字变量 有多个音变量的值 可以与之对应 所以这个东西严格来说 或者说按照咱们以往的定义来说 它并不是一个函数 在咱们复变函数的场合之下 有时候咱们会管它叫做所谓的多值函数 multi value的方式 不过这个问题回头再说 咱们目前就暂时可以把它说成是 这个并不是一个函数 对吧 θ等于argument z 并不能够构成一个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它并不是一对一 这个一对一也跟咱们 通常比方说在微积分当中 研究函数往往说的 那个一对一的情况不是很一样的 是吧 咱们之前是你比方说 像y等于x方这种东西 它不是一对一 就是说有多个字变量 可以对应同一个音变量 但是咱们现在是反过来了 是有一个音变量 而不是有一个字变量 可以对应多个音变量 这样 它反正也可以说成不是一对一 但是就是 这个不是一对一 就会造成它本身 就不是一个函数了 这意思 那大家肯定就会想说 如果我们 想让它argument 形成一个函数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 大家肯定能够想到说 就限制说让这个角度不能够转圈 不就好了吗 对吧 不能够转圈 你只能够转一圈 不能够再往下转 对吧 因为你每次跨过了二派的话 证明了你转过了整圈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咱们只要保证说 在整个这个负平面上面的 所有的角度只能转一圈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就有不同 各种各样的选取方式 人们最常见的一种选取方式呢 是把这个十轴复半轴拎出来 是吧 十轴复半轴拎出来 然后从这里定义一个角度 让它这样转一圈 从十轴复半轴 然后往右这样逆时针旋转 再转回到十轴复半轴 这样 那通常人们是定说 这里是不能取的 然后上面是可以取的 对吧 那大家说这个角度的可能取值是多少 就是咱们假设说是 这十轴正半轴是零的话 那么实际上 十轴复半轴这里面 在下面它就是复派 然后在上面就是派 对吧 所以就是说 此时这个复角的取值 就变成了从复派到派 然后复派不能取 但是派能够取 这样的情况 然后人们就管你定义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复角 就是大家同不同意 我这样定义出来之后 还是复平面上面随便取一个点 然后现在你找说 我要找它位于这个范围内的浮角的话 就能够构成一个函数了 因为此时就只能够找到一个角度 对吧 所以这个角度呢 人们管它叫做大写的argument 叫做所谓的主浮角 principle value of the argument 或者叫做principle argument 有些书上 它可能这个小写的argument 和大写的argument 正好反过来 是吧 但是我这里面把它写成了这样 就是我觉得小写的嘛 就代表一个一般的情况 大写的代表一个特质的情况 相当于 对吧 所以大写的这个argument z 是主浮角 从负派到派 负派不能取 然后派能够取 咱们可以管这个东西 叫做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种选取 一个能够构成函数的浮角的方式 对吧 咱们可以管它叫做argument z 这个小写的argument z 这个什么东西呢 它的一支 是吧 它的一个branch 一个分支 这个意思 一个分支 那么总之 现在如果咱们限定了 说这角度是位于 负派到派之内的话 那随便给大家一个点 大家就应该能够判断 它的主浮角是多少了 咱们随便来举一个例子 你比方说 像这样 我选取一个这个点 或者比方说是1加i 可以吧 1加i 1加i的主浮角是谁 大家说 1加i的主浮角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这个角度 也就是说 并且是位于负派到派之内 那是四分之派 对不对 四分之派 那再随便举一个 你比方说 这个点叫做 负1减i 它的主浮角是谁 负1减i这个主浮角 你应该这么来看 对吧 或者说是这么来看 也行 从负派开始 然后转到这个地方 那它转过了四分之派 也就是说 应该是负的四分之三派 这样的情况 对吧 负的四分之三派 那问大家一个 更恶心一点的问题 你比方说 负1这一个点 负1这个点 它的主浮角是谁 它应该是派 对吧 它正好是位于 咱们的这个地方 能够取到的值 那假设说 是一个 这这么着的一个点呢 这个点是位于 第三向线的 对吧 它可能离咱们的 十轴 负半轴 还比较近了 但是它毕竟位于 第三向线 问问大家说 这个点的主浮角 大概是多少 那应该来说 大概是负派 这样的情况 是吧 大概是负派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看到了说 如果咱们在全平面上面 去考虑 主浮角的话 这主浮角也是有一点点 性质不太好的地方 在于哪里呢 就是 它不连续 对吧 它不连续 它在十轴 负半轴 附近不连续 什么叫函数的连续 咱们之后还会简单的提一下 但是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两个点 离得足够近 它们的函数值 就能离得足够近 对吧 但是很明显 咱们在这里面选取靠近 十轴 负半轴的两个点 即使这个两个点能离得非常的近 它们之间的 这个浮角的折之差 能够跨过将近二派呢 对吧 所以这肯定不是连续的 也就是说 在咱们的十轴 负半轴附近呢 这个浮角并不是连续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咱们目前来说 这函数还是具有的 稍微有一点点有问题的地方 而这个问题呢 也是本课当中会给咱们带来一点麻烦的地方 应该说 很多很多地方把是 把把这水搅混了的 就是由于这个这个原因 咱们回头再说 总之呢 就是咱们这个主浮角呢 可以说它定义了一个函数 是吧 当然还要把 严格来说要把原点给去掉 因为原点它的浮角值是不确定的 那总之 把这原点去掉了之后 C去掉了0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函数了 但是这个函数呢 在靠近十轴负半轴的时候 并不是连续的 然后在这种主浮角的选取方式当中 实际上这十轴负半轴呢 咱们一管它叫做一个branch cut 是吧 在这里面 相当于把咱们的平面剪开了 然后剪开了之后 就分出了这样的一支 这个意思 所以叫做branch cut 那么如果把它看成一种映射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它相当于是把整个负平面上面 除掉了原点之外的部分 怎么样 负平面上面 除掉原点之外的部分 然后映射到了Rθ空间当中 Rθ平面当中 是一个负派到派 这样的一个情况 R可以增大 但是θ的角度限制了 说是负派到派 这样 是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大家就想到说 咱们除了这么定义 除了这样选取branch cut 除了选取十轴负半轴 作为branch cut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选取branch cut的方式 换句话说 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去定义主腹角 其实也是有的 咱们只要随便选取一条 从原点出发的所谓社区线 这样就可以 是吧 像这个十轴负半轴也是这样的一条设设线 然后咱们从原点出发选取随便的一条设曲线 它都可以用来定义一个branch cut 所以就像我这里所写的这句话 具体来说像这样 假如说从原点出发找了这么一条设曲线 然后比方说咱们让它从下往上走的时候 这个地方取不到 然后从上面过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取得到 对吧 通过这样的方式还是让它限制了所有的点的浮角 都是只能这样走一圈 那这个时候同样也是能够定义一个一对一的函数的 是吧 然后那这个时候的话 画出来咱们rθ当中 那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自行去体会一下 我们这里面就不多说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所说的连续性的问题 连续性的问题 那这个连续性的话 它我们就知道说如果在全平面上面 如果在全平面上面定义浮角 那么这个浮角函数 无论你怎么样选取branch cut的话 它肯定都不是连续的 对不对 因为在靠近branch cut那个地方 它一定不是连续的 所以有没有 如果说咱们的定义欲限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就可以让咱们在这个定义上面 能够定义连续的主浮角 那实际上就是如果咱们能够定义一个branch cut 它没有贴上咱们的定义欲的话就OK 对吧 所以具体来说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其实最终你就可以把它说成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是什么呢 如果说在咱们给定了一个区域叫做D当中 是吧 然后D当中选取了一条叫做一个loop 我们之后会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domain还有loop什么之类的概念 但是在这里面大家就简单理解成 就是一个区域对吧 一个区域叫做D 咱们的定义欲叫做D 然后假设说D当中选取了一条叫做什么呢 一条封闭的曲线 对吧 封闭的曲线 假设说这条封闭的曲线整体落在D当中的话 然后并且这条封闭的曲线不怎么样呢 零不在其中 对吧 零不在其中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咱们就是能够定义 能够定义连续的argument 对吧 能够定义一个连续的辅小函数 我们再说一遍 如果说我们发现在咱们这个定义欲当中 你任意选取封闭曲线落在咱们定义欲当中 这个封闭曲线都没法把零包在其内的话 那这个时候 就是能够定义 在这个定义欲之上就能够定义连续主腹脚 是吧 所以你比方说像这样的情况行不行 这样一个面包圈的形状 这个就是不行的 因为在其中呢 咱们可以选取一条这样的曲线 这样的封闭曲线 这条封闭曲线是不是整体落在定义之内的 是 它绕不绕圆点 圆点在不在它的内部 在 对吧 所以因此它是不满足这条条件 因此它就是不行的 确实也是大家简单思考一下 如果说你在这里面随便拉一个branch card 是不是这branch card附近 这branch card一定会穿过咱们的这定义欲 然后它穿过去的话 那这branch card附近 就是无法定义连续的主腹脚 这意思 对吧 但是你比方说像这样一个海螺的形状 它这个行不行 这个就是可以的 是吧 因为在其中大家可以简单思考一下 你要去找一条这样的封闭的曲线 无论你怎么找 它都是这样找完了之后 一定是不可能把圆点包在其内的这样的情况 是吧 或者你从branch card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就是我是可以选取这样的一条branch card 它没有跟咱们的定义欲贴上吗 没有贴上的话 那就是不连续的问题 只是在branch card附近才产生的 对吧 那现在我们定义欲没有跟它贴上 那就不会产生问题可以在其上定义连续主腹脚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好的 然后这里面 咱们别忘了咱们再说什么 其实主要是在跟大家介绍 复述的三角表示 或者说是极坐标表示 对吧 那为什么咱们要考虑使用极坐标表示呢 实际上就是它对于复述的乘处法比较方便 那基本上来说根据经验法则 你在迪卡尔座标系下 或者说是写成实步虚步那种形式 对于加减法比较方便 但如果说是遇上乘法 尤其是遇上乘多次方的情况的话 那么用三角表示比较方便 具体来说 可以发现如下的公式 Z1乘以Z2等于R1R2乘以Sys的θ1加θ2 就是Z1等于R1Sysθ1 Z2等于R2Sysθ2 对吧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你把复数在进行相乘的时候 直接是把长度相乘 然后辅角相加就可以了 然后呢 Z1Z2长度等于Z1长度乘以Z2长度 Z1除以Z2等于R1除以R2Sys的θ1-θ2 对吧 这跟咱们就是复数相乘 就是角度相加 相除就是角度相减 这样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这样的公式 叫做Argument的Z1Z2等于Argument的Z1加上Argument的Z2 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既然说Z1乘以Z2完了之后 相当于是他们的角度相加 那是不是说我们把这三个复数分别取了角度之后 就能够写出这样的等式呢 但是我这里面加了一个引号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事情看你怎么来理解 对吧 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这么来理解 就是Argument的Z1是一个集合 小写的Argument 对吧 它是有多个取值的 Argument的Z2同样也是一个集合 那么我们在这个集合当中选取一个值 这个集合当中选取一个值 就能够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集合当中 能够找到一个值 以使得他们三者正好协调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与其说这个式子正确 不如说这个式子 经过了合适的选择之后 能够正确 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为什么要这么 跟大家吹毛求疵的说明这个问题呢 就是问问大家这个事情对不对 Argument的Z1Z2 等不等于Argument的Z1 加上Argument的Z2 假设咱们把它写成是主幅角 对吧 问问大家这个对不对 大家应该能够想到 这个应该是不对的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你这两个角度 一加的时候 它已经超过了咱们主幅角的限制了 对不对 所以随便来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 咱们这个Z1和Z2都是 这么着的一个角度 这角度是多少 这个角度是 比如说四分之三π 可以吧 四分之三π 那么他俩的角度都是四分之三π 他俩一加就得到二分之三π了 但是我大Argument 这主幅角的曲值不能超过π 对吧 所以这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但是他如果是写成小写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两个值都是分别选取了四分之三π的话 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幅角跟他们是对的 可以的呀 对吧 你二分之三π是可以的 然后你选取比方说负的二分之π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负的二分之π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你就可以选取一个咱们合适的角度 以使得这三个值能够对得上 就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除法的话也是同理 这里面就不多说了 这里面有一个小的例子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看 说我要计算一下 一加i比上根号三减取i 大家可以自行去算一算 计算这个东西的时候 计算这个出法 当然大家可以考虑说进行这个分母实数化的方法 是吧 但是这里面假如说我想用三角表示的话 那分别可以给它画出来 那上面的话不多说了 简单就带着大家算一下下面这个好了 就是我 假如说我想要把根号三减取i写成三角表示 应该得谁 根号三减取i是吧 根号三减取i 这样一个复数 我要把它写成三角表示 大家说这个是谁 那就是它的长度乘以sys它的角度 它的长度就应该是 根据购物定理应该得2 对吧 那它的角度呢 它的角度在你进行这个计算的时候 选取任何的角度都没有关系 随便选取一个小写argument当中的合适的值就行 你比方说咱们可以选取叫做 负的六分之派就可以 对吧 所以我这里面写的是两倍sys的负的六分之派 然后把它们一出怎么递就OK了 好的 然后呢 argumentz一半 等于负的argumentz 这个大家可以说明一下 是吧 argumentz乘以 这就这么说 你可以通过乘法来看嘛 因为z乘以z一半 等于一个实数 对不对 实数的角度是谁 实数的argument是谁 实数的argument就应该是2kπ 对吧 或者说更为简单的选取方式 就选取成是0 所以 argumentz跟argumentz一半 应该他们二者是 可以认为是相 互为相反数 对吧 互为相反数 然后同时呢 大家可以去检验一下 argumentz分之一 你会发现说 它其实也相当于是 负的argumentz 也就是argumentz分之一 这是为什么 因为z分之一等于 z乘以z一半分之z一半 对不对 而现在这分母上面 是一个实数了 也就是说 z分之一的角度 跟z一半的角度 是一样的 就是z分之一相当于是 z一半的若干倍嘛 所以 z一分之一的角度 跟z一半的角度 是一样的 感谢观看